畫面就有出來了 這個是ipad或者是iphone 各位有沒有想過說 這個ipad iphone可不可以連接這個 usb的攝影機 比如說這款是羅技的usb攝影機 是這樣子 這個是安卓手機嗎 安卓手機啊如果你只要連接一個usbc的hub 連接這個 攝影機 然後呢連接到這個安卓手機上面 這時候畫面就可以在安卓上面顯示 有沒有看到 ipad iphone可不可以像安卓手機一樣 如法炮製 將這個usb攝影機 再連接到這個這個手機上面去 好那 那apple其實有出一個轉換器啊 就是這個 這個叫做lightning to usb3的相機轉換器 很多人誤會說 哎他這個名字有這個相機兩個字 是不是說 這樣接起來 將這個webcam接進去 這樣子就能用了 其實啊答案是否定的 這個apple做的這一款 這個lightning to usb3的轉換器 其實主要目的是連接這個相機 裡面的檔案 比如說你今天拿一個sony的相機啊 你用usb連接到這上面去的時候 然後呢就可以透過這個 這個裝置將 相機裡面的照片啊 或者是錄影的檔案 傳到你的ipad或者是iphone 但是這個東西並不可以傳這個 UVC的這個裝置 因為啊ipad iphone的這個作業系統 他並不支持uvc的驅動程式 嗯 目前這個裝置啊 他可以連接什么usb的滑鼠啊 usb的隨身碟啊 usb的鍵盤啊都可以接 嘿嘿 唯獨就這個usb的uvc裝置是不能吃的 好 那我們今天要告訴大家是說 哎那我怎麼接啊 既然他不能支持這個東西 那怎麼接 好 這是我們公司有一個產品 叫做usb webcam 轉 iOS hdmi轉換器 他可以將這個usb webcam 這樣接進來之後 然後呢 將這邊的usb出來 連接到這個iphone上面去 好 那 這個是我們 舊款的外殼 那我們新款的外殼 已經變成這樣子了 都一樣硬體都是一樣 只是說呃他的外殼不一樣 這樣子 要怎麼連接這個usb webcam 轉hdi轉iOS的轉換器 我們看這一個的接口 這邊是接一個5伏特的電源 這邊 然後呢這邊usb out的地方 就連接到 這個 這個轉換器 然後呢這邊有個usb in的地方 就連接這個usb的攝影機 好我實際接給你看一下 這個 這個是5伏特的電源 然後呢接上來 然後usb out的地方 就連接到這個相機轉換頭這邊 接進來 然後呢這邊就接攝影機 usb in的地方就接攝影機 好 滾過來 就你看一下 這時候啊你就將你的app打開來 有兩款app 一款是 ubc player 另外一款是media link switcher 好我們先測試ubc player 這個打開來 你看畫面就有出來了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usb c的這個ipad pro的話那怎么使用 一樣的道理 這個lightning的這個轉換器把它拔掉 然後換成這個usb c的hub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般的這個usb c的hub 把它接到這個ipad pro 好這是轉換去原本是接這個lightning to usb3相機轉換頭嗎 那把它轉把它拔掉接到這個 上面就可以了 好這時候是長這樣子 好我們再打開這個app media link switcher給你看一下 這個 你看 hello hi hi 好這樣子 這個app啊主要就是可以做直播 比如說你今天可以做這個臉書的直播啊 youtube的直播或者是rtmp的直播 好那還有很多功能啊這邊 這邊就不不不想講了這邊可以增加比如說你這邊還可以增加 這個 手機的鏡頭 好然後你這邊還可以加這個 手機照片里面的 好比如說這樣子按確認 好這時候你就可以用你的手指去做切換 好鏡頭一是這一支webcam的嘛 那鏡頭二呢是這個 前鏡頭啊這一支 那鏡頭三呢就是這個視訊的畫面 好啊這邊就可以做直播 這邊有可以設定成這個 你可以設定一些直播的平臺啊 比如說 facebook啊 youtube啊這些 或者是rtmp的直播 內地又用rtmp 好那我們先測試一個這個臉書直播給你看一下 啊記得這邊有當前直播這邊設定一下臉書直播 這個當前好跳到最後就是看直播 好這樣就是做臉書直播了 好這樣跳 我們先來分享一下說這一款USB攝影機轉HDMIOS轉換器的相濃度問題 我們剛才是接這一支羅技的C1922的這一支攝影機 那我換成這個羅技的bluio 4k攝影機 看是不是也可以 其實是都可以的 我們都測試過 把它拔掉 好連接進來 這樣子 好這是bluio 4k 這樣子 畫面也有 OBS BOT Tini的攝影機 那我們先把電源拔掉 然後把它換成這個OBS BOT Tini 接進來 再把電源接上去 好 你看 你看也是有畫面的沒問題 好這樣子 那當然啦除了我們該講的這一支 USB的webcam之外 其實啊你也可以接一些視訊裝置 像這個 好比我們舉個最極端的例子好了這個是那個中國大陸做出來的一支 人民幣25元的擷取卡也就是台幣100塊左右啦 那這樣可不可以用可以啊 那 就是很簡單嘛他的邏輯就是說 將這個hdmi的訊號進來 轉換成一個webcam的格式 然後呢他這一支裝置他就認為說 哎 前面的那個hdmi的設備就是一個webcam的裝置 一樣就有畫面 一樣可以做直播 的一些應用 好那我們等下做什么實驗 我等下就是把它接上去之後 我就用這個任天堂的switch 好做一個實驗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插上這一支 人民幣25元台幣100塊的這個擷取卡 接進來好這時候 將你的任天堂switch 弄過來 switch的hdmi switch的hdmi接進來 現在的畫面是來自於任天堂 然後開按開始 好我們來玩這個超級馬力 當然你要接這個hdmi的視訊 並不是說好所有的hdmi截取卡都可以使用 比如說啊像這個 這一支是那個加拿大公司做出來的kenlink 這一支就不能用了好 我們接給你看一下 kenlink 就沒有畫面 那比如說像我們公司做出來的這個febom 169 hdmi截取卡是有畫面的 嗯 我們剛才測試了一些結局卡 我只要表達了一件事情 我們的裝置 其實是有相濃度的問題 當你不知道說你可不可以試用哪一個裝置的時候 請你先看一下我們的網頁上面會有些 使用的列表 不見得每一個uvc的裝置都能用 就像剛才講的這個結局卡 像那個加拿大的那個kenlink 我就不能使用了 那用我們家的結局卡是可以使用的 那用這個大陸這個 25元人民幣的結局卡是可以使用的 那還有一些未知的結局卡 我們為了保守期限 我們都會說不能用 那一切以實際測試為準 這樣子 好那至於說能不能用 請你參考我們的網頁上面有告訴你說 任何的我有測試過一些裝置 能用就能用不能用就不能用 沒有一些模擬兩可的空間這樣子 有些人想說哎既然說這個usb的攝影機 可以 透過這個裝置 連接到這個ipad 或者是iphone上面去 那可不可以 我們在做視訊會 的時候比如說roon啊 skype啊 或者是face time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取代掉 內建的這一只 攝影機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為iOS還是封閉的東西 我們只是負責將畫面丟進去 那你可以用我們的app做直播 或者是說你不爽 你可以自己寫個app 去做這個視訊的一些應用都可以 因為我們這一個設備是開放式的 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寫個app 好我們今天示範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覺得我們的app 覺得寫的不好的話 那你會不會自己寫一個視訊的app呢 好那我怎么demo呢 我怎麼證明說我這一款是這個 開放式的好 那我就先用電腦的 我就先用他個voc做個示範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將 這樣的畫面 成功的丟到這個voc去 那 表示說這是開放的嗎 那你懂的voc的這個語法寫法的話 你就可以寫一個類似像voc的這樣的 播放器 或者是一個應用程式 那就可以做出你更想要的應用 你就可以不要依賴我的app了 好我們先打開app 打開來 然後呢這邊叫網路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開啟網路串流 就打這個 http 172.20.13.168 live.flv 然後就按開啟 畫面就有了 好我們現在的畫面是在這個voc player播出來的 所以他的延遲是非常的高 你可以比較看看啦 我們家的apc 比如說 那個uvc player 你可以看他的延遲 hi voc 的延遲是非常的高的 我們剛剛展示這個 voc 其實只是要證明一件事情 我們的這一個設備 對uvc hdmi ios 轉換器 他其實是一個開放式的 你可以找一個 app工程師 然後呢 基於 這個開放式的這個協議 你可以寫出你自己想要的app 你可以寫出你自己的視訊app 你可以寫出自己的直播的app 都可以的 你不見得要用我們家的app 我們是開放式的啦你可以自己寫 那如果你不是app的工程師的話 那你只是單純想直播那沒關系嗎 那就用我們的 media link switcher 這裡可以做成這個臉書直播 youtube直播 是自動登錄的 那目前youtube直播 有一些小問題的那 就是還在修復張中就對了 那不管怎麼樣一定可以使用這個rtmp的直播